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座談天下CYC 呈現之社區預理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Kyle 在我身邊有陳嘉琳、Francis Chan 我的嘉賓主持 還有今天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嘉賓 Alison Chan 從安勞自助處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叫陳嘉堯 大家可以叫我Alison 我來自安勞自助處 其實現在在安勞自助處 做這個項目發展主任 其實主要都是管我們 整個公司關於就業的部門 其實我自己在安勞自助處 做了大概七年 其實大家經常聽安勞自助處 以為它只是幫老人家 其實我們的部門 是專門幫一些18歲以上 想找工作的人士 或者想培訓的人士 都可以幫他們來到我們中心 找工作 或者就業 或者培訓 Alison 現在我們正在望 進入完全的重啓經濟 對於現在失業的人士來說 有些什麼他們應該想到的就業機會呢 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現在我們踏入這個重啓階段來說 其實工作機會越來越多 可以譬如在我們中心 近排最多的工作機會就是清潔 護理行業 甚至一些辦公室 那些牙醫診所 其實那些工作是完全已經回來了 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開始去想 究竟什麼工作是適合我的 又或者如果我現在正在失業的話 其實如果我想回去職場的話 究竟什麼工作我是應該轉的 又或者什麼工作其實現在 但是接下來都會是更加大的發展 那當然我們也都見得到 就是進入重啓經濟的時間 我們開始要想定下一步了 真的要上班了 或者可能我們可以拿到的失業金 在這個情況之下會越來越少 或者越來越時間短 那什麼是你推薦這個時間 大家應該準備或者注意的職業呢 其實我會覺得如果大家真的有志的 可以走護理行業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知道三藩市的話 其實或者不要說三藩市 整個世界都是一個人口老化的城市 那所以其實對於老人照護 或者對於一些對於雙層人士的護理的需求 一定會只是增多不會減少的 甚至因為疫情之後 其實可能很多人都需要護理的 那所以如果你有志向護理行業的話 這個一定是最大的發展的 那另外可以想到的就是清潔行業 那因為重啓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辦公室已經丟空了一年 都沒有人回過去了 所以其實很需要一些懂得叫深層清潔 殺菌 消毒 那些專業人員 其實很需要 這個市場是真的很需要這些人 去幫忙 令到大家安心可以回工的 所以這兩個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應該會是接下來的大方向 當然你說科技那些就不需要再看 那但是如果大家還在想 例如酒店又或者是那些餐飲業 那酒店的話其實真的有數據顯示 酒店可能去到2022年 還有一年之後才可以再回來的 因為就算大家現在都不放心去旅行 那但是譬如餐館 因為其實反過來現在政府都很鼓勵本地消費 所以其實餐館都會是另外一個慢慢慢慢可以復甦的地方 那Alison 我先反過來 因為我知道陳先生剛才說了 現在我們開始服事了 但是其實疫情一開始 和現在我們的造工市場 其實有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嗯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覺得其實現在大家 拿著失業的人士有一點是抵鬧的 那我知道其實 就是因為可能家裡的小朋友 現在不能上學 所以要在家裡照顧 但是其實如果你不是因為有些特殊的原因 你沒有辦法上班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即是我也鼓勵大家 你應該要上班的 那一來如果你不做工的話 自己的惰性又強了 你都沒有辦法 那到時怎樣可以去繼續支持你家裡的收入 那工作才是長遠的 你失業是不長遠的 那所以剛才好像你說的最大的分別 就是那些人找工作的意願是完全改變了 之前其實可能失業率很低的時候 其實是工很多 人的選擇很多 但是現在反過來就是工的選擇沒有那麼多 但是人的品工的意願也都不高的時候 其實很多僱主都反映給我們聽就是 很多工但是現在沒有人願意做 因為擔心太高的工資會影響到他們的失業 或者影響到他們拿不到某些政府福利 同意的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始終我是負責經濟發展那邊 那很多的僱主或者老闆 其實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段時間 尤其我們差不多是準備 我們叫第一階段從啟經濟開始 有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第一不敢請人上班 原因是我也不知道我正在賺的生意額 是否足夠去抵償或者只是給人工 第二其實這段時間很多僱員 無論是已經做熟練的甚至是生手的 在這個時間來講 他們自己僱員那邊有很多原因 令到他們暫時卻保 包括安全 包括要照顧家 當然包括也有社會福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僱員會在這樣的情況 在望著將來的市場 我們叫做高端與低端的技術工作分別 怎樣去做一個取捨呢 在僱員那邊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覺得都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或者大家現在可能是英文能力 或者你的工作經驗 當然如果你是本身有很多元經驗 或者你英文OK的 當然你會有更加多的選擇 或者你現在不擔心 我現在不從頭市場 我隨時都可以從頭市場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驗 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如果是一些新移民 或者其實你來到時間不長 你工作經驗不多的話 如果你依然是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我等到我失業拿完之後 我才找工作的話 你就會輸蝕了 因為如果到時是這樣 有經驗沒有經驗的 那我為什麼要選一些沒有經驗 或者能力沒有那麼高 英文沒有那麼好的人 而不去選一些有經驗 英文又好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就要根據自己的能力 當然你的家庭情況 你應該現在去想一下 究竟你的下一步要怎樣走 而不是根據說 等到9月30號 等失業拿完才算 都很同樣 因為現在看到 我們經常叫做 怎樣去先走一步 就業市場現在就是這樣 你未必是會最高能力的 那一批 但是我們如果現在 準備先進入市場 是我們可能會損失部分 少少的福利 但我們已經進入市場 起碼已經佔據了一個 就業的位置 而不是等到最後一刻 其實我聽到的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市場 是很多有工在這裡給人做的 但是或者有很多朋友 未準備好上班 其實我知道很多家庭觀眾 現在都想知道 如果真的有興趣上班 但是又其實未聽到 怎樣可以報名的 我們下一節回來 會和大家慢慢分享的 謝謝 本節目是由新呼吸基金會 特約贊助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 社區與你 我們之前那一節 講過了 Alison 其實現在很多工種 或者很多工 其實是在這裡給人做的 但是現在 或者有很多人 反過來未必準備好上班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是準備好了 又想找工作的 究竟華埔就業中心 有些什麼服務 可以提供給那些人呢 其實我們的中心 就在601 Jackson街那裡 其實就在China Town 這個Jackson街 夾Kerny街那裡 其實如果他們有興趣 我們的服務的話 他們可以就這樣來 我們那裡申請 其實我們的服務 就是如果你想基本找工作 你可以就這樣進來 跟我們的就業顧問去談 然後就可以直接找工作了 又或者譬如 如果你有興趣 申請我們的職業培訓 我們都會有護理 清潔 或者攀飲的職業培訓 你都可以跟我們的就業顧問去談 究竟你 就業的前景 或者你有興趣的發展 是什麼 其實值得一提的 就是另外一個計劃 就是專門給一些棋嬰 就是55歲以上的人 如果他有興趣做一些培訓 那我們那個是一個有資助的培訓 就是你一路培訓 是一路有收入的 其實都會有各方面 如果是有些服務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到的 我們都可以推薦你去其他的就業服務 因為其實三藩市 有大概八間的就業中心 都是有市府資助的 如果你說我其實近了一個區的 或者我也想看看 另外一些區 會不會有些就業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推薦你去另外一些區 那你可以接受不同的服務 那我也想花多你少少時間 來核證一件事 一開始你提過18歲以上的朋友 都可以開始找你 那如果我沒有聽錯 你又有個奇影計劃 那是不是其實18歲以上的朋友 一找工作 其實都可以過來找你們 是啊 沒錯 其實基本上你18歲 你有意願找工作 或者你都想看看現在有些什麼 就業市場有些什麼機會給你呢 你都可以過來跟我們聊一下 那所以不論任何關於集結問題 如果你說我不是找工作 只是我想看看現在的什麼就業前景 你都可以找時間 來跟我們的顧問去聊一下 那我們都可以看能不能給你一些意見 怎樣發展你自己的事業 那其實如果有些家庭觀眾好奇 其實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他們找到顧問之前到直到找到份工 究竟會浪費多久的時間呢 其實說真的有些人可以很快的 譬如如果真的進來有一份工是很適合你的 或者你很願意去做的話 基本上你一進來我們介紹你的工 那其實真的可以第二天就見工 或者第三天就開工 所以其實真的看一下你本身自己的醫院 或者你想找工作那個 究竟你有多想找到一份工的 那所以都可以簡單說一下 如果你來到我們怎樣去登記的服務 就是其實你只要進來 或者你打電話來我們公司 那跟著跟我們約時間 那你來到就填一個會員卡 那之後我們就會安排你見一個顧問 那顧問就會跟進你由登記去到真的就業的情況 那找到工之後 我們的顧問也都會跟進大概一年的時間 那看看譬如你找到工之後 有沒有困難要我們幫忙 或者你想轉工啊其他的事項呢 我們都會是跟進的 那在這段時間我們都知道有些人士 未必那麼想出街的 那當然你說過可以打電話來 有沒有其他選擇性呢 譬如視像會議或者其他方法 可以令到他觸不出會 仍然可以來到你的服務中心呢 坦白說暫時是沒有的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都在想 我知道大家其實都很輕用這個WeChat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下一步 就是在想如果我們可以建立這個WeChat帳號 那所有現在要找工作的人 或者其實現在有的工作 我們全部都放在那裏 那如果你想聯絡我們 你可以直接在那裏聯絡我們 可以安排個顧問打電話給你 或者跟你去視像會議 可能也都會幫助到一些 不是那麼想出來直接面見我們的人 那這個都是我們下一步會做的事情 而你們的WeChat也都有中文和英文同事提供 變成多語言 就算他們的英文未必那麼好 在這個語言上面也都可以幫助到他們 沒錯 那這個都叫做與時代並進 現在都有一個新的方法去嘗試找工作 那另外我會看在這段時間裏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 哦 好啦 我們已經有一個工作機會 但是他面對著不知道怎樣選擇 那你們又會給些什麽專業意見他呢 嗯 當然其實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當然都告訴大家 人工高啦 那因為你都想你有更加多的收入 為你的家裡帶來一些更好的改變 那但是我覺得首先 即是人工是一方面啦 也都要看看地點 即是究竟你自己願不願意去 搭車去買一些地點的 譬如大家覺得那些地區比較危險的 或者那些地區 你自己家裡交通不是太方便的 那這個就要衡量究竟地點方面 或者他上班的時間 譬如如果有一份工可能是要回到晚上10點到第二天 到第二天到6點的 那這個你自己會不會有許可 或者譬如你照顧家庭方面 所以其實就是地點工資 或者他的上班時間 這幾個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因素 你可以考慮 即是這麼多份工 哪樣東西才是最適合你 那始終當然有得選好 我沒有得選的 那當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我多些資訊 多些人幫忙 我便有機會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其實我做了非牟利機構這麼多年 我想很多觀眾都有這個疑問 就是我聽到就是我們 如果去你們機構找服務 你們會提供一份工給他 那究竟這份工是一個政府資助的工 正說是一個他們可以長久性保持的工 其實基本上 其實說真的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就是說 那來到我們中心 我們介紹這份工 那之後是怎樣的 那其實我們只是一個中間人 就是我們接到很多不同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就是一個中間人 就介紹一些來找工作 而他們時間 所有東西都是吻合的人 那我們是一個中間人 那那份就是一份工作 就是沒有任何資助的 僱主給多少錢 那你就直接可以拿到多少錢 那至於你剛才說過 或者有資助的工 其實現在都會有的 如果大家有聽過這個Human Service Agency 那個政府的人類服務局 其實有一個計劃叫Jobs Now 那些就屬於政府撥款資助 給一些僱主去請人的 那些可能就會有事限性 例如是那份工只可以有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你就沒有了份工 因為資助已經完了 但是基本上我們中心找到的工 都是沒有資助的 就是僱主給多少錢 那我們也都沒有完全任何手續費 就是你都會拿到多少錢 那其實聽起來分別都比較大 那如果一個朋友進來 你會建議去找哪一類型的工程 或者其實真是個個不同的呢 我覺得當然都看一下 即本身那個人的需求 如果你是一個真是剛剛三二萬元 完全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 甚至你根本你家附近的街道 都沒有摸得很清楚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先進行資助計劃 這樣你可以拿到一些工作經驗 也都可以看一下什麼工程是適合你的 但如果你本身其實 你已經有很多年工作經驗了 你只是想找個另一份工 或者找個更高人工的工 那當然你就不需要走資助那條路 那當然騎牛穩馬 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一個叫做永遠是最低點 可能會有這樣的機會 那同一時間也都說 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工 或者這個時候就發覺真的需要找份工了 那我又對現在的未來的前景又擔心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那我們下一節的時間 我們會回回看 問一下究竟怎樣可以保障我們的安全 或者保障我們身邊的人安全 本節目是由新呼吸基金會特約贊助 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節的社區與你 Alison 我們之前那兩節都談過了 其實我們現在就業的市場其實是 好像很多工 但反而反過來是真的沒有什麼人 或者會申請 那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因為安全起見 因為這個疫情關係 那其實我反過來想問你 身為一個僱主 其實僱主現在是在做什麼 令到僱員是覺得安全的 在做工環境那些 其實都看回你自己 首先你要去看一看你工作的地方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那當然我們都很鼓勵就是 一定要六尺社交距離 如果你沒有辦法有六尺社交距離 人與人中間就是一定要透明的版 又或者就是你一定要規定 我這個工作地方最多可以有幾多個人上班 那其實這些基本上很多的僱主 現在已經在做著 其實大家去想 究竟安全上班的時候 都不需要太多擔心 因為社交距離 大家一定要上班戴口罩 又或者究竟有幾多個人可以上班 這些其實已經在很多的工作地方 場所都已經有了 那反過來問回 其實一個僱員 他們自己做工的時候有什麼權利呢 其實都可以簡單介紹給大家聽 其實今年三月份在加州州政府 就有個新的法案就出了 就是如果你家裡有人是確診了 或者你自己本身確診了 甚至是你需要去打針 然後你打針之後會有些症狀 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一個全職 一個星期有40個小時的僱員的話 你可以有80個小時的有薪病假 你可以去拿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真的 因為跟疫情有關的情況 而去請假的話 也都不需要擔心沒有了份工 那你就可以請一些有薪病假 那這個就會由州政府去付錢 那跟僱主沒有什麼關係 那當然其實這些情況 可能適用於某部分 你一定要有某些人數的僱員 才會成立的 那詳細的情況 你都要問回你的人事部 或者什麼表紙章要填 那其實如果有很多觀眾好奇 如果我真的拿了一些有薪假期 其實反過來 會不會怕僱主之後會秋後算帳呢 就是為什麼你會無端端請假 雖然不是他們自己出錢 但是都少了一個人上班 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其實這個是大家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要互相 作為僱主也要互相體諒一下 因為小朋友又不能上學的時候 那誰照顧他們 又或者如果我真的打完針之後 真的有很大的反應的時候 那你都應該要留在家休息一下 又或者我今天卡流鼻水 有這樣的症狀 其實大家都鼓勵你僱員應該要留在家 而不應該要上班的 所以作為僱主也要體諒僱員的情況 而不應該說你今天上班 為什麼你沒有上班 那當然這些福利 都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僱員 所以我也都希望僱主的話 你都不要因為某個僱員 用了這樣的病假 而去激歧他們 或者覺得他們為什麼用了這樣的福利 其實福利就在這裡 大家都有權利去拿 那我們始終是一個親子節目 我們來看看一個很簡單的情況 我聽到很多家長都會說 我的子女大學畢業 他又不肯找工作 但同一時間我聽到一些青少年 甚至現在是已經成年的人士 他說我不是不想找工作 不過我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現實 和我們所面對的理想的差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經常都會看到一些 包括我的部門 有同事或者有朋友 他們對我政府工作有興趣的時間 他們都會說 我現在找工作真的很難 我讀完書 以前想著就算疫情之前 都找工作都不移 現在當然是會更加難的 那怎樣在這個情況之下 拉近呢 就是說你是不是現在要部署 一個比較長線的找工作 或者你將來不單止一份工作 我想是一個職業 是怎樣去銜接這件事呢 其實我會 用回我自己自身來說 因為我自己是讀社會學出身的 然後你問我 其實社會學是甚麼 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 因為其實本身我自己是想讀社工系 不過我母親就跟我說 社工系會比較負面的一些東西 所以你還是不要讀那些東西 其實我會 因為好了 去到現在了 我做了這麼多年 在安努志在處 你問我其實我最想做些甚麼 我都不是太清楚的 其實我都會鼓勵大家 就是沒有人一開始 或是一畢業 就知道你想做些甚麼 所以其實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有任何機會你都不要放棄 應該都要去試一下 但如果不適合 你才去鑽另一份工作 而不要在這裏說 那一份不是我理想的工作 你不做下去 你怎麼知道那份 是不是你理想的工作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要做的就是 每一份工作 不要有機會都去試一下 也都不要 當然走回頭 就是當你去選你大學的主修 要想一想 未來的製業前景 那興趣和製業前景 應該都要雙方平衡才可以做得到 當然同意 我自己讀中國古文 和讀哲學 其實想找一份工作 基本上等於零機會 除了教書之外 也都在這個時候 也都和很多 包括青少年 就算現在正在就業中的人士 我們找工作都找到悶 差不多可能是一個兩年的時間 我經常都說 你應該去嘗試低低地 從低做起 然後累積經驗 好過你變成一個兩年 或者三年的空白白子 在之前我們可能 也都和我講 他剛剛大學畢業 或者他 無論是中學 或者其他學歷上畢業 那時候 他說我需要找工作 我駕駛 我真的駕駛照顧車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發覺 這個行業 原來不是一個選擇 這個當然就是疫情前 疫情之後 整個經濟最大的斷層 做科技的一個世界 即是怎樣去轉移 你的專業知識 或者你所累積的經驗 完全去pivot 現在是轉戰一個全新地區的話 那有些什麼建議 Alison 我覺得其實就是 其實最近我都見到 其實我們公司都會有請人 都見到其實很多 剛剛大學畢業的人 他們的簡令裡面 其實有很多空白的 所以其實會鼓勵大家 就是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找到一份工的 那你可以試一下去一些 就是義工啊 這些這樣的活動 即希望你的簡令裡面 不要是完全空白的 令我覺得其實 你是不是沒有意願找工的 甚至其實我們都見到 很多一些短期工 譬如之前的很多選舉 都會請一些 或者我們人口普查 都會請很多這些短期工 其實你應該都用 你找工的額外的時間 去做這些工 令到你自己 增加你的競爭力 而不僅是 我留在家裡 等到你覺得 最理想的那份工 來為止 那這些都是 會教大家 就是當我們看簡歷的時候 有一點點 之前說過的就是 每一個 即我們請人 其實大家時間 只有這麼多 你沒有辦法 看這麼多份簡歷 所以其實我看你可能只用一分鐘的時間 那你怎樣用一分鐘的時間 令到我會想有興趣面試你呢 其實就是我完全見不到工作上的斷層出現 還有你做的事是完全做很多顧客服務的相關的 或者你做的事是完全可以 我覺得可以完全符合到一份新的工作 超級同意 就算不是說其他人士 包括我自己 如果我要再去結一份工 其實我事前的準備功夫要很多 包括我覺得 這段時間 究竟哪一個我的職業或者經驗 是你來的職場上面有個機會 還有在這個空間裡面 究竟我沒有機會 尤其是疫情這個時間 時間多了 是不是我有機會訓練自己 增強某些技能 去令到我多些不同的機會 讀書 學個新的技能 甚至做義工去實習 我想這些全部我都同意的 既然有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讓我們去維修自己 或者進步自己的時間 我們都會希望自己 在未來再投入職場 或者投入市場的時間 有一個全新的機會 整件事來說 我們會看到 疫情是會令到我們改變 但是同一時間也給了機會我們 其實我自己都記得 我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 是一點經驗都沒有 都要由低做起 但是由這個過程 我是自己拿到很多很多很重要的機會 其實我們都想勸告大家 盡量step out自己的 comfort zone 見識見客的世界有多大 我們下個禮拜回來 會跟大家說 Civic engagement的重要 本節目是由新呼吸基金會 特約贊助 靡靠 我們跟 Prime Minister